那再来的话就是 在运算放大器它的正负输入端 其实它还是需要一个偏压电流 如果在这里的话你需要有一个电流进去偏压 那这个电流的大小会跟它变晶体内部电路 就是运算放大器内部的电路有关 你如果是VJT的放大器 那VJT它的输入端会是在它的Base 它需要有一个IP电流 那相对的这个电流成分虽然不大 不过通常它也是有些数值 大概可能会是在Nano Amp 那附近几十个Nano Amp 就是看你的偏压心血 那如果是MOSFET 这部分会小一点 不过它还是需要 就是MOSFET 那这边的GET的电流 相对的是比VJT会小很多 不过它还是需要有一些电流进来 那在这边 相对于E2在这里 写的是IV1跟IV2的电流 那代表这两个电流 就是它的平均值 就是它的IV电流 那这两个电流 我们称作ObsetCurrent 跟刚才ObsetVoltage很像 就是两边都接地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ObsetVoltage 那在这里是 这两个电流的差 是ObsetCurrent 那在这里一样就是 哪个会比较大 其实你并不知道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取绝对值 因为在制作上 你如果知道哪边会比较大 那其实你就可以用制程的方式 让大家 抵消掉一些 所以这边的话Obset的话 都是一个Random的值 所以相对的它的正负号 对我们来讲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那我们来看VoltageCurrent 对电路的一个影响 那针对反向放大器 还是非反向放大器 现在我把输入端把它接地 那我们现在如果只看 偏压电流这部分的影响 那输入端这里接地 那副端这边VoltageCurrent 这也是等于0 那等于0的结果怎样 这个电阻并不会有电流流过了 因为你两边的电压都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个偏压电流 Iv1就必须从怎样 R2这里提供 那R2提供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 VoltageCurrent的电压会是 Iv1再乘以R2 也就是我两边都接地 那理想的情形 你的输出会是等于0 那现在由于偏压电流的影响 你会有一个输出电压 是等于Iv1乘以R2 那么讲这两个电流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基本上它的误差还是不会说太大 所以这个电流大概可以用Iv电流来表示 它这里的电压就会是Iv再乘以R2 那这是因为你的偏压电流的影响 所产生的电压 那对偏压电流影响所产生的电压 它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改善 那这个方式做法就是 你让正部端所看到的电阻值一样大 看到的电阻值一样大 你看我现在在这里如果加上一个R3的电阻到D 那R3的电阻到D之后 因为这里要留一个Iv2的电流进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是不是等于多少 负的Iv2R3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就会是负的Iv2R3 那这样会导致这里有一个多少 这个电压除以R1的电流流过来 那在这边因为电流的方向把这个负号消掉 所以在这里从这边流过来的电流会是 Iv2R3除以R1 那这里竟然需要有一个Iv1的电流 所以相对的这边过来的电流就会是多少 Iv1再减掉这个电流 Iv2R1分之R3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电压会是多少 这个电压会是这一点的电压 再加上R2的压价 如果照这样的方向来看 就V0的电压会是这一点的电压加上这个压价 好 所以V0的电压会是 Iv2R3 再加上R2乘以Iv1减掉Iv2 乘以R1分之R3 那 现在我们如果假设它的电流一样 因为这里它只能抵消BestGerm 假设上 Iv1等于Iv2等于Iv 那上面这个Iv1跟Iv2都用Iv来盖 所以V0会是Iv再乘以R2 减掉R3乘以E加上R1分之R2 所以我如果选择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那它会让V0等于0 那这两个相等其实它的Condition就是这样 R3要等于R1加R2分之R1R2 其实也就是怎样 R3等于R1并连R2 好 那 这个概念就是 你在正端跟不端看到的电阻一样 从正端这里你看到的电阻就是R3 对不对 那从负端这里呢 你看到的电阻其实就是这两个电阻并连 然后正负端你所看到对应的电阻值一样的情形下 那这样的话它可以降低天压电流对电路的影响 那刚才这样的架构就是因为这里看到的电阻是0 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的BiasCurrent对你的电路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如果用这样的选择之后 就选择R3会是等于多少 R1并连R2 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两个电流都等于IV 那你的VO等于0 那我们如果考虑Offset的部分 对那假设 IV1是等于IV再加上二分之IOS 那IV2是IV减掉二分之IOS 有后看IOS的影响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输出的电压 就是你把这样把它带进来 那输出的电压会是IOS乘以R2 那这部分就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你Offset的电压 Offset的电流是没有办法预设的 它一定存在 不过相对的这一项会比原来你如果不做修程的时候 它是IV乘以R2 那这个要好很多了 因为IOS大概会是IV的可能多少 几个percent而已 几个百分比 所以相对的它对输出电压产生的话 会比原来 只是原来的几个百分比而已 所以在这里的话它就可以得到蛮好的改善 好 好 那这个是同时去抵消掉你的怎样 BIOSCURRENT跟OBSERVORTAGE这样的一个影响 比如在这里你看 我这边加一个电容 那我们讲加一个电容对OBSERVORTAGE加 会变成支流开路嘛 所以你的VO在这里只有VOS的成本 不会被增 那BIOSCURRENT呢 偏压电流现在在这里 这里是挡掉了 所以这边变成开路 那这里看到的电阻是多少 R3 那这边看到的电阻是R2 所以你选择 R3等于R2的时候 那一样可以降低 BIOSCURRENT的影响 让它只剩下什么 OBSERVORTAGE的部分 好 那刚才这个是反向放大器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是非反向放大器呢 那它的做法一样就是 等一下 在这边你再加上一个火和电容进来 那一样的情形 你OBSERVORTAGE的部分 这个把它开路掉 所以你影响的话 你的输出还是只有VOS的部分 那偏压电流的部分 这两个电阻一样 所以配压电流的部分 你一样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好 那这是OBSERVORTAGE对积分器的影响 那我们讲 你如果是一个理想的积分器 那你这里有一个VOS的电压 那相对的负端源于VOS的电压 所以这里会固定有一个VOS除以R的电流 往下流 那这个电流会对这个电容积分 使得你的输出电压 会是VOS再加上VOS除以7R乘以T 那你看它是跟T层正比 所以当你的时间大之后 这个就会变成这样 正负网 所以相对的 在这里 因为VOS的影响 你的积分器就不能正常的工作 好 那下面这个是分析 IV跟IOS的部分 那因为 你现在把这两个都把它接地之后 这里进来的电流是IV 那 这里需要IV1的电流进来 那这IV2的电流在这里会产生一个多少 IV2R 付IV2R的电压 那这电压跟这个电压一样 所以 这里一样会有IV2的电流流进来 有IV2 乘以R分之R就IV2 所以 这边会有Offset的Current 对这个电容充电 那一样 你会使你的输出电压VOS 会是等于多少 付的IV2R加上7分之IOSD 所以那有T这一下 当你时间变久了 它就变成无限大 那IOS在这里虽然变小 但是怎样 它还是会到达正负宝盒 因为它是积分 那积分你的 即使很小的值 那你只要积分的时间够久 它一样怎样 会到达正负宝盒 好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的话 我们上的部分 就上到这边 那你们自己复习一下 我推一下其他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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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